由劳动部劳动力发电视 做基盘的美专这份课程 今天在后面都说了 我人中心来基盘性格点 电视学馆各项政策的作品 包括有柴尾这面具 够用他们来创造的法画 以及整个力体柴尾 顶顶的建设作品 现状也有这么多政策的表现 这次的美专这份课程的学馆 有三分之一都是新作品朋友 也有人感受到新作品 愿意而用心做个精神 来到后面的都公民 华东中心 看到各种不同的作品 柴尾的面具 用头目做的柴尾 精改的立体柴尾的顶顶 还有这么多精彩的表演 今天是劳动部分加难分数 为班的美容一份新古典 今天有三个主题 一个是面积区 一个是美甲区 一个是法画区 那我们就是三个班 做一个三班联合成果展 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那个拉曼威尼斯 就是那个像威尼斯那种 嘉年华的那种主题 面具的表演 非常的非常的精彩 真的是很特别 今天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嘉宾如云 嘉宾如潮 他们的作品都是相当的优秀 巧夺天空 每一样作品 那可见是我们训练成果 是到有掌握 我们家今天这个活动 一支舞活动 圆满成功 这次的所计班的美容 一份新古典当中 有三分之一是新住民 管长李静永表示 政府这支帮助新住民 来合适专重 在这次的典当当中 也能看到他们用心的成果 这个捷训典礼是由 我们劳动部的 劳动力发展署 云嘉人分署 来协助我们成立的 这个职训班 主要的对象 是我们新住民朋友们 他们训练的科目 就是这个新潮的彩妆 跟美容 今天捷训的有三十位学员 开训的时候也是三位 三十位 所以是百分之百的捷训 参加美容这份班的校园 都很高兴 这次的新古典 应该将在科典当中 给的东西展示给大家 未来以后希望 可以顺利较努力 并进入美容的行业 然后我在国中学习了很多 包括办客人服务 美容 彩妆 面具 指甲之类等等的 接训之后我希望可以去考到征兆 之后可以去美容行业 从事这方面的 把这方面去发展 有着协作四页的民众 也是新住民 务动部每年都会 针对各管市的民众的需求 开办各种不同的库定 来增加大家的资业专重 有需要的民众 就要来度假利用 既然同意 柴峰报道